这是我见过最困难的荒野求生 雨林生存21天 几乎有20天都在下大雨 两人被淋成了落汤鸡不说 还要被强制实行三天饿九顿 好在最后十来运转 他们吃上了荒野烤拉条 还有法国盐局大蜗牛 野生木瓜吃了个遍 土豆你也吃到成猪食 要是给你有50万 就问这种荒野求生你来了能熬到地几集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男人叫弗兰多 是个野外求生爱好者 求生能力说是大神级别的都不过分 之前参加过两期这种生成挑战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挑战21天 又饿又累最后还中暑 把节目组医生都给吓尿了 幸好在水里泡了两小时 身体才恢复起来 最终和女队友还是苦苦坚持了下来 第二次是挑战40天求生 整天下大雨直接被淋成狗 还好带着几条美女一起野外夜也生歌 最后路滑摔到骨折都不舍得回家 现在来参加挑战 主要是为了赢点钱回去 给家里的几个孩子买奶粉 最后节目组给到她的生存评分是8.2 而她的女队友叫丹妮 同样也是第三次参加挑战 第一次在哥伦比亚丛林挑战21天 为了拿奖金跟队友半夜划船撤离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第二次参加40天沙漠求生挑战 这些经历让她积累了大量生存经验 我说她是个荒野女强人 也一点不夸张 最后节目组给到她的生存评分也是8.3 即便是大神 可眼前晃来晃去的吸血纹 让妹子顿时就开始后悔了 随着小船靠岸 两人脱衣服环节非常爽快 脱光光后马上就进入了副本 可刚来到这里 老天爷就给她来了个下马威 不料下一秒就下起了大暴雨 虽然大雨很快就停了 但一路上到处都是泥坑 两人行动起来也非常难走 本期挑战的是厄瓜多尔地区 是潮湿而密布透风的雨林 一年12月有11个月都在下大雨 还有一个月再发洪水 这种野生辣条那么大 一看就知道能一顿吃到成熟时 除此之外丛林短稳饿 野生吸血纹和这种火红乙 每一种小可爱都是你惹不起的处 一段时间后 两人终于成功相遇 看见眼前走来的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大叔 妹子就知道这次挑战稳了 两人一顿商业互吹后 彼此也有了些了解 之后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他们各自都带了基本的生存工具 丹妮带了一个大铁锅和一个打火器 而弗兰多则带了一把大砍刀 根据地图指示 他们需要横跨河道 去到对岸的目的地上展开生存挑战 为了减轻饥饿感 男人还给肚子绑了一圈腰带 但在这种厌暗潮湿的环境 周围处处都隐藏着未知危险 这种丛林水腹蛇 就是这里最大的危险之一 要是被他咬一口 别说求生能不能成功了 就连求死他也能一秒答应你 这是可以食用的一种野果 随便摘几个带走 这就是今晚的晚餐了 一路上他们从女娲造人 一直聊到了计划生育 这才知道原来两人都有医学背景 妹子曾经给人做过心脏手术 而男人扭扭捏捏一副 不好意思说的样子 最后才知道 他只是个妇闪科男护士 两人很快就被一条河道拦住了去路 放眼放去不能说危险吧 简直就是死路一条 但刚开局 两人也没办法 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往河里跳了 水面上全是这种水浮帘 水下则蕴含着各种恐怖危险 要是突然窜出一条大鱼来 今天就算耶稣来了 多留他们不住 可能是身后摄影师扛着一架重击枪 他们才能有惊无险地来到对岸 但也有好几条马黄 吸在了妹子的大腿上 大雨虽然停了 可脚下全部都是烂泥 而且还是一脚下去 陷到大腿根的那种 但用泥巴涂抹在身上 却是驱闻的好方法 妹子当场就做了个全身泥浴Spa 一旁的男队友 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两人又临续走了好几个小时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他们得在太阳下山前 找到扎营的地方才行 这片空地就很不错 是搭建庇护所的好地方 两人也没有犹豫 马上开始收集物资 弗兰都负责搭建收集材料庇护所 而妹子则负责在旁边生活 两人一直忙到了晚上 才把庇护所搭建出来 可妹子生活就没那么顺利了 刚下过雨的树林 一切都非常潮湿 每次都是刚弄出点火花转眼又熄灭了 老天爷也不惯着他们 半夜又下下了大暴雨 好在他们把庇护所搞好了 不然基本估计都熬不过去 第二天一早 两人都被冷得瑟瑟发抖 只是喝了点雨水当早餐 感觉身体更冰凉了 大雨还在下 就这种环境 他们要生活就算神仙来了 估计都得摇摇头 于是他们又扛着行李开始搬家 他们要找到一个真正防水的区域安家 两人穿过冒昧的丛林走过独木桥 不料天空又开始下起了大暴雨 一言不合就下雨 这是不让人活的节奏呀 两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随便就找到一片区域 就准备搭建庇护所 这是个斜坡 下雨时水流就会沿着下坡流走 唯一的缺点是旁边就是一巢 这种蚂蚁被他咬一口 绝对能疼到你怀疑人生 弗兰多决定搭建个一型结构的庇护所 于是二话不说 就抡起大刀开始收集物资 果然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女的在家负责搭建庇护所 男的负责收集材料 两人一顿猛操作下来 一个完美的庇护所 转眼就完工了 但周围潮湿一片 想生活比登天还要难 他们一直搞到天黑 也没成功地把火升起来 不料到了晚上 蚊子大军震撼来袭 两人连其牛牛的心思都没了 他们被蚊子折磨得简直痛不欲生 好不容易才熬到第三天 两人昨晚一晚都没有睡 被蚊子咬了差不多上百万口 这和陷阱蚊子没什么区别 妹子大早就喜提了一身新皮肤 芙兰多看着只是笑了笑 心想这身材是在考验我的定理吗 两人商量了一番 决定外出寻找失误 刚走没几步就看到一条黑蛇 从脚边擦身而过 吓得两人直呼佛祖保佑 还以为他们饿到快不行了 没想到下一秒就来到了河里泡冷水澡 这里的蚊子真的太狠了 后背全是这种密密麻麻的红疹子 现在他们只想尽快把火搞出来 然后再烧一锅水好好地享受一下 回到庇护所后马上开干 周围一切都非常潮湿 直接生活肯定不行 芙兰多打算先把收集到的木材晾干 可现在的天气连太阳都没有 而且随时都还会下大雨 丹妮这边也没闲着 趁着队友在忙 她也来到外面找失误 这是一种名叫巷子的坚果 据说壮阳补身的功效嘎嘎强 拿回去肯定能治男队友阳带的老毛病 只需用刀劈开那坚硬的外壳 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能吃的 一口闷下去 芙兰多的痛苦面具都憋了出来 这味道不说好吃吧 简直就是难吃的要命 口感就跟吃鼻涕差不多 芙兰多表示这辈子打死也不吃这玩意了 吃饱喝醋后 继续完善庇护所 今天丹妮决定把碧雨屋顶搞出来 丹妮表示砍树收集木材会消耗大量体力 她一个女孩子可干不了这种活 那种活脏活就只能交给芙兰多做了 一男一女配合的可以说简直是天衣无缝 可天气一直都是死气沉沉的样子 生活的木材一直无法晾干 趁现在 芙兰多必须收集足够多的木材回来 准备好一切后 两人再次尝试生活 但每次都是刚把火星打出来转眼又灭了 不料这时老天仪又给他们来了个暴击 只能把阵地转移到屋内继续尝试 最后在打火时的加持下 两人终于是把火堆给搞了出来 妹子激动的差点眼泪都飙了出来 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真的很强 差点就想把自己都奉献给她了 有了火 就可以煮开水喝还可以烟熏曲纹 喝完锅白开水 两人的荒野生活逐渐开始好转 晚上林子里的蚊子果然没那么猖狂了 可火堆产生的浓烟不挤熏蚊子 凶下来连自己人都落眼睛 火堆一直烧到第二天 看样子两人昨晚都睡得还不错 今天他们决定制作个鱼龙到河里抓鱼吃 不得不说丹妮这妹子真是心灵手巧 她只需用藤蔓卡卡卡一顿猛操作 一个小型鱼龙就被她搞了出来 而弗兰多这边也没先着 她来到野外忙着收集木头 她并不看好妹子编织的鱼龙 而且还说她单纯就是在浪费时间 还不如出来帮忙搬搬木头实际一点 可话都还没说完 妹子那边就传来了一声尖叫 原来的脚被火红一咬了一口 就像一根针直接扎进了骨头里一样 现在她感觉头皮发麻疼得要命 到了晚上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被咬到的脚现在肿得就跟猪体一样 下半身像被火烧一样发烫发疼 为了缓解疼痛 妹子决定搞一双人字托 先把树皮对半切开用来做鞋垫 再用藤蔓牢牢将其绑紧在脚上即可 就问这么时尚大气的人字托你服不服 弗兰多也想叫丹妮给自己搞一双 可人家说除非她搞头也出回来 否则想都别想 来到野外寻摸了一番 只是找到了些野鱼头 但是这玩意不能乱吃 不然能直接让你躺板板 手指头差点都被蚂蚁咬断了 好家伙 稍不留神就被咬到怀疑人生 难 真的太难了 弗兰多也是整天都在忙着收集柴火 这几天以来一直没吃过什么东西 饿了就狂干几口白开水填肚子 看见队友拉里拉他的样子 妹子又有意见了 她看见庇护锁里的木材摆放得很乱 自己并不想在如此凌乱的环境里生存 于是便叫弗兰多出去搞个木架来堆放木头 男队友觉得完全没必要 这样只会加速消耗卡路里 但为了讨好女队友 想想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了 她看来木头又在庇护锁里做了个架子 而妹子还在营地编织着她的小笼子 一点要帮忙的意思都没有 弗兰多一边扛着木头一边口吐芬芳 反正就是感觉很不情愿的样子 做完一切后 又来到河里寻找食物 她打算抓点黄鱛鱼或者小青蛙回去做晚餐 河里的小鱼非常多 只需蹲坐在水里 鱼儿就会主动的游过来等你抓 可惜这小鱼太机灵了 弗兰多在水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别说小鱼了 就连一条小蝌蚪都没捞到 妹子这边也来到林子里寻找食物 穿着性感又时尚的吊带鞋出门 果然天不怕地不怕 人家随便在地上翻找了几下 就找到了一只熟透了的野木瓜 马上回到庇护所里准备干饭 这种野木瓜香甜可口 口感清爽 妹子表示自己还能吃五个 意思就是吃了就跟没吃差不多 夜里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还好旁边的火队有庇护所保护着 外面时不时还会传来黑熊的大叫声 旁边的女队友都睡得在打呼噜了 但弗兰多吓得根本无法入睡 时间来到了第七天 妹子一天天的就知道支篮子 食物危机的意识在他脑子里完全没有 而弗兰多出门也没有找食物 而是整天在外面打发时间 顺手再找点木柴回来 好家伙 这两个人难道真的不饿吗 妹子看到队友搬柴太辛苦 于是便决定帮他一把 本以为他会和队友一起收集柴火的 不料他却造了个类似雪橇的东西出来 说这样搬柴更加省力气 弗兰多一脸诧异地看着这玩意 最后还是他扛下了所有 好家伙 这妹子还真把男队友当牛屎啊 可惜只脱了没几步路就散架了 还是直接上手扛回去比较实际一点 看到这一幕 妹子都尴尬的憋不住笑了 虽然弗兰多也感觉自己像个大冤种 但妹子的不作为他也没办法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他面对女队友的求助选择置之不理 反正两人就是自己干自己的活 妹子则一直在编织篮子 知玩小的又知大的 总之就是没完没了 最后弗兰多在河边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去跟女队友道歉 说的好听点 这叫展现男人的大格局 说的不好听 那就是尊严卑微的像条狗 就算摔跤都不能喊疼的那种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九天 两人都饿得快不行了 他们商量了一番 弗兰多决定外出寻找食物 而妹子则留在家里整理后鞋 这种长得像椰子的东西是棕榈果 但弗兰多表示自己打死都不吃这种玩意 接着转身就发现了一条野生辣条 直接用棍子按住舌头 然后手起刀落将其带走 今晚的晚餐就算到手了 赶紧拿回家准备生火干饭 同时还带回了一大堆黑不溜秋的棕榈果 只需用刀劈开坚硬的外壳 里面的果肉和汁水 全都是可以食用的 接下来就是烹饪野生辣条了 妹子看到蛇肉直接背下的木凳口呆 还扬言说打死自己都不会吃这种东西 可弗兰多可不惯着她这臭毛病 直接就给辣条来了个脱皮处理 然后直接用木棍串起来就烤 而妹子则在一旁躺着打呼噜 整条辣条一口闷 味道就跟烤鸡差不多 即便队友再三邀请 妹子也没打算起身尝一口 到了下半夜 今晚居然下起了暴风雨 这是两人挑战以来最难熬的一夜 甚至布袋都用来防寒保暖了 没有布袋的弗兰多 都被冷得怀疑人生了 而且这雨还越下越大的样子 两人今晚都在庇护所里冻成了土狗 唯一庆幸的是这火堆还没被雨水浇灭 但我猜应该也是扛不了多久了 到了第十三天的早上 两人早早就来到河边泡了个冷水澡 弗兰多认为收集木柴主水太费力 还忽悠妹子直接喝生水试一试 不料这婆娘还真信了她的鬼话 直接在河里装了一锅水就喝了起来 弗兰多并没跟着喝水 她要看看妹子喝生水后会不会有副作用 说白了就是让队友当小白鼠 丹妮一连喝了好几口 没想到还喝上瘾了 喝饱水后 妹子打算给自己做个野生牙刷 只需用石头把草筒砸成渣渣 然后再用软化的部分 在牙齿上来回摩擦 这就能起到很好的清洁牙齿的效果 时间来到了第十四天 丹妮喝了没煮过的河水后 一点是都没有 弗兰多也彻底的放飞自我 来到河边想都没想就畅饮起来 不用她浪费体力减拆烧火煮开水 这一锅河水她喝的简直是透心良心飞扬 走的时候还不忘给队友带一锅回去 妹子这边也没闲着 她决定在撤离前大吃一顿再走 果然没走几步就发现了一只野木瓜 拿起来一看果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但清理一下还是勉强能吃的 接着又在附近找到了一只大蜗牛 直接用叶子卷着打包带回家 而弗兰多这边也在搞食物 直接把一棵棕榈树拦腰砍断 最后能吃的就只有这么一小段棕榈心 好家伙 要是按这种吃法 不用一年估计能把这林子的棕榈树给吃灭血了 但你还别说 这玩意吃起来口感还真不错 回到营地后 弗兰多看到这么大一坨蛋白质 口水都差点忍不住飙了出来 首先敲掉蜗牛坚硬的外壳 然后直接用木棍串起来放在火上烤 很快一顿奢侈又美味的法式烤蜗牛就新鲜出炉了 今夜他们不仅吃上了蜗牛烤肉 还有铁锅水煮棕鱼芯 也万能尝到如此美味 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今晚说他们吃到撑出时一点都不过分 虽然下半夜又下起了雷暴雨 但两人痛苦并快乐着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十九天 由于两人要撤离的路途比较远 而且天空时不时还会下大雨 为了能安全及时的到达撤离目的地 两人计划明天一早出发 徒步到达撤离点 他们决定今天去河里抓几条鱼 回来填肚子 两人商量后决定分工合作 弗兰多来到河边准备投放鱼龙 而妹子回到丛林里继续寻找木瓜 长途撤离会消耗大量体力 所以他们必须提前摄入足够多的营养才行 很快妹子就找到了一根类似木树的食物 看样子应该能吃就直接带走 弗兰多这边正准备下水抓鱼 可以看到水下全都是这种食人鱼 要是被他咬一口 估计得掉半斤肉才行 这里的淤泥非常深 想抓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直接拿着篮子下水捞 根本没效果 随后又抡起大刀 往水里一顿乱砍 可连一条小鱼毛都抓不到 但就在弗兰多快要怀疑人生时 这条鱼看着虽然不大 但今晚的晚餐算是有着落了 食人鱼的牙齿非常锋利 数月在他面前 简直就跟碎齿鸡一样 这一顿他们吃得非常丰富 不仅有烤木瓜 还有木树做成的土豆泥 当然最香的还是手上这条烤食人鱼了 这顿有鱼有肉 两人吃得都非常满足 这一顿也为他们的撤离提供了足够的能量 接下来就算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了 很快来到了第二十天 今天是他们撤离的日子 两人一大早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出发 因为要突破两天时间 所以他们还得带上最重要的火种上路 根据地图显示 他们一路上会横跨河流 而且丛民里到处藏匿着危险 要是一步留神中招了 别说比赛零奖金了 一秒把你打包带回去请全村吃戏都行 这一路也并不好走 他们不仅要保护手上的火种 还要时刻注意脚下的危险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 气氛也是相当融洽 他们连走了四个小时 一点都不觉得累 可能是昨天吃得太好起到了作用 很快他们就被一棵大树迷住了 上面还有一个超大的火红以巢穴 可树下有庞大的根系 可以挡风避雨 两人商量一番后便决定在这搭建临时营地过夜 就在弗兰多收集木柴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好家伙 这种毛毛虫不是简单的虫子 被它折一下能直接要你半条命 临时营地只需简单铺垫棕榈叶 再搞个火堆即可 今晚两人都显得非常兴奋 一想到明天就能拿到50万奖金 他们就高兴得简直无法入水 很快来到了第二十一天 两人没有过多停留 马上又准备出发 根据地图指示 他们今天得穿越丛林里最大的河流 水里还会有凶狠的食人鱼和短吻鳄 这次能不能走到最后就得看人品了 一路上基本看不到任何阳光 周围全都是湿漉漉的样子 两人又走了两个多小时 地上的积水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他们距离河流已经很近了 果然还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河边 看到这水的颜色就知道水价绝对不简单 但没办法 想要领奖金就必须走过去 两人一番商量后 就果断跳到水里横跨过去 水上只有一颗小脑袋 下半身全泡在水里 要是这时候突然来了一群食人鱼 这两人都不至于游得那么轻松 一番折腾后 两人最终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对岸 又继续徒步了两个小时 他们终于来到了撤离目的地 下一秒就看到了 来接他们下班的撤离车辆 至此两人的21天生存挑战圆满成功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